一個帶著斗笠的阿婆 推著推車走在機車道上 但仔細看阿婆後頭 竟然還跟著一排汽車 守秩序的排排隊 數一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 至少七輛的汽車 加上後方的機車 一輛接著一輛 就像是母雞帶小雞 車道上正好有護人 推著手推車在行走 那速度比較緩慢 那我們相關的駕駛朋友 也都很有耐心的 跟在那後面 回到事發現場 原來7號上午7點半左右 嘉義加雄路條上 發生車禍 一輛機車橫倒在快車道上 為了速解交通 警方將汽車引導到機車道 沒想到前方 正好有個推車的阿婆 寬度不過1.5公尺 狭窄的機車道上 阿婆當時就是推著車慢慢走 而機車汽車在後方 擠成一團 大家內心等候 沒有按喇叭 就怕會嚇到阿婆 這樣貼心的舉動 也讓這個早上 多了一點溫馨 記者嘉義綜合報導 阿婆 跟 邪